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雪山 前景的地面和树丛三个部分 我们先勾出雪山的形状 雪山的形状要稍微方一点 内容可以画简单些 山上的细节我们可以上色的时候再去刻画 用清水刷师天空和山腰的云雾部分 先画出云彩较浅的暖颜色 再慢慢压出种灰色 用笔要肯定 颜色要注意变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彩的基本颜色画出来之后 趁纸面还没干 再统一把天空的蓝色画出来 调色要稍微多一点 所有的过程都是在湿的状态下进行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用干的毛笔 把颜色稀掉调整好边缘线的亮度和形状 最后对云彩的层次变化 用小笔触做一些调整 用小号的笔把雪山上的变化画出来 注意留好雪的白色 这样既有雪的白色也有身体本身的灰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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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山腰的颜色已经干透 我们用清水把山腰先打湿 然后再画出中间比较深的冷色部分 流出前景亮黄色的形状 颜色可以统一一点 概括成一个大的色块 注意山腰处一些山栏的颜色变化和形状变化 要在水分没干的时候进行刻画 这样形状就比较虚 颜色又能和前面画的颜色融合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景色的暖色可以大胆地概括出来 颜色纯度高 明度亮 色彩饱和 再把重色称湿的时候画上去 注意好细节的变化 颜色对比要强 该种下去的重色要压下去 这样这山坡上的局部光就很强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左侧的植物颜色先概括地画出来 注意受光线的影响 颜色有点偏红的感觉 为了突出前景的亮黄色 把远山的蓝灰色又压中了一次 这样前景更突出 空间关系会更强一点 现在我们把前面遮挡的这些灌木和树画出来 颜色要画得比较深 这样和后面的空间关系才能拉开 也要注意好树丛的形状和树的特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整个画面看 山坡上还是显得有点简单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针对前景的山坡 画上一些细节 丰富一下画面 近处的树可以画出一点亮色 也让它有一点光线照射 突出光影 不然看上去有点太平 最后针对整个画面 对其他地方也可以做一些稍微的调整 这是一张风光摄影作品 太阳照射在雪山顶上 山风旁边的云彩出现一个奇异的形状 画面整体颜色比较厚重 只有雪山和山坡的草地透亮 对比明显 冷暖关系明确 视觉冲击力强烈